谢谢宋楚瑜主席 谢谢蔡英文总统对我的指教 蔡英文总统我非常遗憾听到您刚才第一轮的论述 我跟你谈的是一个大海的问题 你跟我谈的是一个浴缸的问题 我跟你谈的是工部门 2300万台澎金马同胞 我们的国家是什么国家 要往哪一个方向 你跟我谈 太平岛开石油 我的房子的事情 你为什么 我希望第二轮的时候你继续问我 我们家柴米油盐酱醋茶怎么来的 酱油麻油醋是不是去偷来的 我觉得这个实在是这个问题的 蔡英文总统的问题 我实在觉得非常的狭窄 我们今天追求的是 中华民国2300万同胞 最广大的工部门的利益 是台湾安全 人民有钱 还是台湾危险 人民贫穷 这么重大的问题 我就举最简单一个小例子 买房子 我从来选到现在 没有对蔡英文总统个人操守 品德提出过任何质疑 我就说你的团队 因为我觉得 这是一个候选人 互相之间基本的尊重 我们夫妻去买房子贷款 千辛万苦最后付不起 忍痛杀出 拜托 蔡英文总统 你三十多岁是买土地 我韩国有说过吗 你买十几块土地 若干年之后 你把土地全部卖了 你赚了一亿八千万 我有说过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尊重 太平岛挖石油 我有说过高公司要挖石油吗 你硬掏到我身上 何况这些媒体在黑寒的 网路带风向的 不就是你民进党一手在豢养的吗 今天抓到的一个杨慧如 在网路带风向 蔡英文总统 勇敢告诉全国人民 没有抓到杨慧如还有多少 你用纳税人的钱养网军 用网军打击政治对手 我都没有说 你居然说今天网军跟媒体 黑我的资料 你拿在这里证件发表会来提出来 真的你讲的口气 真的听的是我完全无法接受 而且我根本就不怕面对这些问题 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探讨 更广大国家的前途跟未来 陈如你刚刚结束的时候 第一段你说蔡英文总统值得信赖 经济发展得这么好 克服了一切困难 各位亲爱的我们台湾同胞 2016年蔡英文总统当第一年总统 2300万人选一个字 代表那一年台湾人民广大的新生 是什么字 辛苦的苦 第二年2017年你继续当总统 年底台湾人民选什么字 代表台湾人新生 茫然的茫 第三年2018年台湾人民选什么字 翻转的翻 今年2019年你当了第四年总统 台湾人民用一个字 表达心中的广大的新生 是什么字 乱 乱七八糟的乱 苦 忙 翻 乱 然后你告诉大家 你执政得非常的好 亚洲四小龙老大 拜托蔡总统 真的 扎扎实实的执政 让人民感动 化为行动 继续投你一票 不要用欺骗 用这些数字 我这边一个榜 请大家看清楚 我为什么那么担忧台湾的未来 蔡英文总统说 20年来经济最好 2018年蔡英文总统执政 有三万家公司 创下全部解散 比前一年 2017年增加30% 2018年 我们歇业的工厂 高达4000家 比前一年增加45% 2019年 我们10月份出口订单 连续 连续12个月负成长 你还要说我们是亚洲四小龙最好的 2019年第三季 就是今年第三季 我们整个制造业的生产值成长下降 负成长7% 2019年 10月份 景气概况 连续10个月 我们是转趋弱的黄蓝灯 也是今年 你自己用了金管会的主委 顾主委 顾立雄所公布的 今年前三季 全台湾股票上市公司 损失 衰退 将近20% 另外 我再告诉一个可怕的数字 2018年 我们统计 台湾 劳动阶层 不到30岁 一年实质收入 只有39万 2000块 比1998年 20年前的 43万3000块 还要低4万块 这都是你的政府公布的数字 这么差的成绩 这么差的经济表现 你还要告诉台湾人民 我们经济好得不得了 蔡总统 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 突破困难 台湾人心软 会因为感动投你一票 可是不能用欺骗的数字 你动不动讲观光业 创下历史最高 公布的1100万观光客到台湾 亲爱的台湾同胞 现在民进党怎么统计数字 是只要转机 两只脚踏进了桃源中正机场 不进台湾 转飞出去的外国人 也算一个观光客 麻烦你 苦民所苦 接近基层民众 看一看观光业 游览车 计程车 餐厅 民宿 甚至卖茶叶的茶农 卖珊瑚的商人 你去问一问 真的是凄惨的惨 惨得不得了 高雄是游览车工会理事长 128辆游览车 128辆 你执政三年 你知道他现在剩下多少辆吗 他只剩下一辆 卖掉了127辆 然后你还要告诉 全台湾同胞说 我们观光业非常好 不断地欺骗 我觉得我们完全无法忍受 你说台商大量投资 回台湾 你很骄傲地跟国人宣布 7000亿台币 结果一查 零 一毛钱没有回台湾 这个都不断地欺骗 为什么呀 为什么不能开大门走大陆 为什么治理国家 要用欺骗的数字呢 要走邪门外道 我是百事不得其解 台湾人民这么信任你 这么信任民进党 让你们立法院过半 你就好好执政 让我们老百姓 能够安居乐业 票就自然投你了 怎么不断地欺骗呢 另外一点 我还要跟台湾同胞讲 蔡英文这种执政 我们所有对外贸易 台湾已经变一个孤儿了 大家看一看 明年开始 我们整个在我左边这一圈 RCEP 所有的国家 韩国 中国大陆 印度尼西亚 辽国 泰国 全部被一个经济圈 然后以日本为主 CPTPP 又是一个圈 加拿大 墨西哥 智利 台湾 然后中间重叠的有日本 马来西亚 文莱 新加坡 澳大利亚 纽西兰 全部互相经济整合 各位亲爱的台湾同胞 看看我们中华民国国企 我们变成国际经济的孤儿 我们进不去 我们所有的产品将来进去 卖到这些国家 全部要加关税 他们互相零关税 或者优惠关税 我们东西卖不出去 人进不来 民进党执政 台湾怎么发大财 如何发大财 如何让人民安居乐业 这个图清清楚楚 蔡英文总统 你执政三年半 你没有在所有自由贸易签订里面 得到任何突破 连陈水扁总统 当总统 都可以用中国台湾 加入各种国际组织开会 马英九总统是用中华台北 我们现在外交 在你当总统之下 一步都走不出去 再加这个经济圈 我们未来怎么得了 所以我觉得蔡英文总统 我们一句话 支持尽忽勇 你民党执政三年半 真的不行 台湾人民用苦 忙 翻跟乱 表达心声 你要面对这个问题 如果你希望台湾人民 给你这个机会 你要先承认 过去四年的执政 真的是一败涂地 我觉得台湾人民 或许会感动 但是不能再用欺骗的方法 欺骗的数字 来告诉大家 你的经济做得非常好 我相信 我们绝对无法接受